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175集 鸡侠仰仗神光断符 化成闪电 躲避过了玄黄母气的碾压 但是依然伤势不清 他恨痛了叶凡 寒生说道 我先撕了你 再送紫园小姐上路 他无止其掌 武道神红射出 向着叶凡抓来 叶凡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他强横无比 最不怕的就是近身搏斗 一对金色的拳头猛力挥出 当场将空间都砸得坍塌了 你 鸡侠鸦然当场后退 可是此刻已经晚了 两人距离如此之近 叶凡不会给他任何机会 第一拳便破灭了武道神光 将其张开的五指击碎了 鸡侠惨叫 体内光滑闪动 想祭出灵宝 砰的一声 叶凡的第二拳已经挥动了出来 那件灵宝还没有冲出 就被金色的拳头生生的砸了回去 鸡侠的苦海当场崩碎 叶凡的拳头超越灵宝 近距离内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 鸡侠惨叫 通体绽放光芒 想要崩碎身体 重创叶凡 就在这时 叶凡第三拳挥动出来 砰的一声 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胸膛上 一拳打穿 轰的一声 鸡侠四分五裂 崩碎向四方 他被叶凡三拳生生地击毙 一个彼岸境界的萧氏 被你用拳头活活打死了 鸡子月择舌 你简直就是一个人性蛮兽 叶凡的第四拳 定在了空中 最后一拳没有挥出 上面就浮现出一缕玄黄 随着缓缓收拳而慢慢消失 这让他不安的同时 已有些惊喜 连续挥拳 有时会打出玄黄母气 若是能够控制 这拳头将无比可怕 你这家伙 鸡子月以大眼瞟她 就算是道宫秘境的修士 如果不明底细 出现在你身边的话 也可能会吃大亏 叶凡转身望向鸡子月 你估计你的堂姐会出现在此吗 很难说 鸡子月露出忧色 我快被你害死了 现在情况复杂 若是行踪败露 我可能比你还危险 叶凡摇头 你们鸡家内部真是复杂与残酷啊 你不懂 鸡子月白了她一眼 并没有辩解什么R时叹气 鸡子月露出忧色的忧色 他寻来一些树叶 盖在了那些碎尸上 叶凡并没有在意 但突然间 鸡子月通体绽放神灰 整个人一下子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你叶凡大吃一惊 转身就要冲天而起 不过 四周的空间竟然扭曲了起来 像是一道道水纹在荡漾 鸡子月神圣无比 以她为中心 流转出光滑 禁锢了这里的一切 直到这时叶凡才发现 其手中握着一块亮如闪电的神符 虽然是碎裂的 但却流转出死死神力 是她解开了鸡子月的尽致 神光顿服 碧月姐姐赐给鸡霞 让其身化闪电 寻我踪气 想要对我不利 想不到 却在此碎裂 救下了我 鸡子月轻笑出声 整个人焕发出无比自信的风采 惨惨生辉 机体晶莹 整个人被圣洁的气息所笼罩 此刻 她如花束堆雪一般清新 如春风一般清盈 如月华分洒一般空明 整个人看起来仙尘不染 空灵而圣洁 她转身看向叶凡 顿时笑了起来 左脸颊上一样出一个小酒窝 显得俏皮而又可爱 某人 这些天以来 你对我照夫有加 你说 我该怎样感谢你 到了这一步 叶凡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 蛮不在乎的说道 一身相许就可以了 姬子月浅笑奄然 笑得非常甜 脸部款款 摇曳生姿 清零地走了过来 捏住了叶凡的脸颊 小毛孩 竟敢那样对我 喂喂喂 我说姬子月 刚才我可是 拼死救了你一命 你可不能温将仇报啊 哼 算你还有些良心 没有扔下我逃走 不然的话 现在你已经倒在地上了 姬子月看着她 始终都挂着甜美的笑容 不过 这却越发让叶凡 感觉发毛 你想怎样 姬子月露出 无比迷人的笑容 哼 我想咬你 说到这里 她那晶莹的小虎牙 摸得咯吱咯吱作响 而后一口咬了下去 被俘这么长时间 她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狠狠地咬叶凡几口 不然难以发出 心中的恶气 叶凡被她封印 难以动她一下 纵然是包体 没有神力流转 也忍受不住 当场的 呲牙咧嘴 不用这么亲热吧 紧接着她惨叫了起来 姬子月对她痛恨无比 连连下口 那你说说不亲 不要这样啊 叶凡大叫 你叫啊 大声的叫吧 你就算叫破喉咙也不管用 叶凡彻底无语了 这话怎么听得如此别扭 我说纪子月 口下留强 我快被你咬成骰子了 小毛孩不过十四岁 就任小鬼大欺负我 纪子月狠狠地说道 叶凡感觉水深火热 这种刑罚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纪子月 你不要太过分啊 我就是要过分 咬死你 她笑容不减 不断磨牙 你这样做太不淑女了 要人很不短装吧 叶凡被咬得欲哭无泪 叫吧 使劲叫吧 叫破你的喉咙吧 纪子月看起来是 如此的灵动与美丽 但是此刻的表现 却让叶凡彻底的无言了 你 你正是在非礼 叶凡很不想被动地 说出这样的话 两个人的角色互换了 呸 那个小屁孩 刚刚十四岁 知道什么是非礼 纪子月 你可是未来的仙人 这样太失态了吧 仙人也是人 也有怒火 欺负我这么长时间 我恨不得咬死你 叶凡啊啊啊的大叫 鸡子月又咬了她一口 这才退后 你鬼叫什么 我被不良少女非礼了 鸡子月顿时脸色飞红 小猫孩到现在还嘴硬 真是欠收拾 我服了 不要下口了 我回事都软了 呸 你说话真难听 气出了一大半 鸡子月终于感觉有些不好 我们两清了 你可以放开我了吧 想得倒霉 这才刚开始而已 鸡子月拖起她的下盒 小酒窝引现 笑得很豁然 小猫孩 居然想打我家古精的主意 竟敢调戏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 叶凡有气无力 别那么沮丧呀 来 小猫孩 给姐姐笑一个 鸡子月呢 托起叶凡的下盒 大眼睛眯成了月牙状 笑得甚是光辉 我觉得 咱们的身份应该呼唤一下 听到叶凡这样说 鸡子月笑得更加惨烂 我会好好招待你的 又是一轮水深火热 半日后 叶凡才彻底解脱 身上的牙印成排成力 非常有规则 玄黄母气封我一半 我无法控制 没有办法让气流转出来 撒谎 相对来说 鸡子月还算心软 并没有以拙劣的手段 折磨野凡 你身上有很多秘密 我要慢慢的挖掘出来 绿铜块 万物母气 还有你的保体 我堂姐要来杀我 我们现在是一条 神上的蚂蚱 暂时合作 若是与她相遇 我给你创造机会 让你接近到她的身边 以你的肉身强度来说 一定会让她吃大亏 她斜嫖叶凡 叶凡她直接翻白眼 我要是肉体足够强横的话 就不会被你禁锢了 我身上有秘宝 只要神力稳定运转 你自然无法在我身边逞凶 鸡子月白了她一眼 我堂姐肯定不会防备你 到时候一定可以得手 我倒要看看 还有哪些人想对付我 等事情平静下来 我要将他们全部揪出来 鸡子月感觉外面情况复杂 不敢轻易露面 想暂时地躲起来 暗中观察 谁想对付她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 眼中露出喜色 算算时间 太旋门收徒的日子快到了 不如我们躲住太旋门中吧 此地山脉无尽 为太旋门所在地 108座主峰 离此地并不算多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